大家好,我是波卡多,之前介绍过龙珠里,悟空的各种形态强化变身,那这次就要来整理介绍,龙珠里面骄傲的塞亚人王子,达尔的各种变身形态八形态一巨大心情,在与悟空第一次对绝石所变身的形态,最后因为被切掉尾巴,才又变回人形。 形态二,超级赛亚人,因为未来特南克斯的到来,提醒人造人的袭击,达尔也更加认真修炼,并靠这份怒,变身成超级赛亚人。而第一战也很顺利地打败人造人19号。 形态三,超级达尔,超级赛亚人1-2,达尔与特南克斯在精神时光屋修炼而成的形态,速度与力量,都比一般的超级赛亚人强,而且头发较挺,肌肉较大,达尔自称这样为,超级达尔。 不过这形态,还是打赢不了完全体的赛鲁。 形态四,邪恶力量,超级赛亚人,在魔人普悟片,达尔变身的形态, 为了跟悟空战斗,故意被巴比迪的魔法控制,获得超越极限潜能力量的超级赛亚人,外表最大的不同就是额头上有邪恶标记。 形态五,邪恶力量,超级赛亚人2,达尔在获得邪恶力量,并在反抗巴比迪命令后,更进一步的变身,身上多了闪电气息。 形态六,超级赛亚人2,在普悟片时,为了帮悟空拖延一分钟,最负普悟的变身,有闪电气息, 跟被巴比迪控制最大的不同,就是额头上没有被控制的符号。 形态七,金色巨大猩猩,在龙珠机梯里,靠杜马的机器,才变身而成的,自达尔为了变成超级赛亚人4的过渡形态。 形态八,超级赛亚人4,从金色巨大猩猩,转变而成,这形态最大的特色,就是他那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超有型牛仔裤。 形态九,超级赛亚人暴气形态,因为妻子杜马被破坏神比鲁斯攻击的关系,因而暴气而变身, 也有闪电气息,但强度达到,可以达到连超级赛亚人3都难以碰触的破坏神。 形态十,超级赛亚人蓝,这形态出现在龙珠超与电影版中,是悟空跟达尔在破坏神那边修炼,所达到的形态。 首次登场时,达尔还用这个形态来对付金色佛丽莎。 形态十一,超级赛亚人之神,这个变身只有在龙珠超的漫画中出现,是为了对付扎马斯,所用的变身, 而达尔用这形态的战斗方式,是搭配在攻击的瞬间才变身成超蓝,因此有着超赛神的平衡感,又有着超赛蓝的攻击爆发力。 形态十二,完全超级赛亚人蓝,这形态也是只有在龙珠超漫画版出现,跟悟空的完全超级赛亚人蓝一样, 是完美控制超级赛亚人蓝的形态,首次使用,是在扎马斯事件结束后,在跟破坏神比鲁斯比试时变身的。 形态十三,突破极限,闪耀超级赛亚人蓝,在荔枝大会上,达尔为了复活第六宇宙加倍他们的这个愿望,用自己的方式突破极限,跟超赛亚人蓝不同的是,变成了深蓝色的毛发及瞳孔,身上还有着闪耀蓝色气息,变身这形态后,达尔便跟使用戒王拳的超级赛亚人蓝, 蓝悟空联手一起对付第十一宇宙的吉连。 以上,就是波卡多所整理的,达尔的所有强化变身,但其实达尔还有另外三个GT里被被比附身的形态,分别是,被附身的形态一,获得赛亚能量的形态二,以及被附身变身金色星星的形态三,不过这些其实比较算是被比的形态就不算进去了,是说我们王子小时候发量还蛮多的,额头前还有刘海,到底是发生什么事,长大后才会变成M型突呢? 那还有哪些达尔的形态漏掉的,欢迎留言补充哟,喜欢我的影片欢迎分享或订阅,那波卡影片,下次见。